王爸爸 我再不好意思 我有点不礼貌 你确认他曾经患过 或者真的就是自闭症的患者吗 在1994年以前 咱们国家没有自闭症这个词 他都被鉴定为脑防御不全 后来我和领的他 接触到自闭症的群体 完了接受了一些自闭症的专家 给他看确定他是轻微的自闭症 很多人都说王永珍是个天才 但是父亲王景春却希望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永珍出生百天的时候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到照相馆拍照留念 一周后 当王景春从照相馆取回照片的时候 发现这孩子眼神怎么这么呆滞啊 第二天一大早 就带儿子到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 就是前面提到的先天性脑发育不全 为了治好儿子的病 王景春尝试了各种办法 带他做针灸做按摩 可是孩子依然没有任何好转 其他孩子三岁的时候啊 都能和小朋友们一块玩了 可是永珍每天只会干两件事 要么坐在墙角 拿着手电筒不停地敲墙 要么就是拿张纸不停地撕 甚至都不会叫爸爸妈妈 家人在他面前就跟陌生人一样 直到永珍四岁的时候 王景春发现儿子的记忆力惊人 他从来没学过数学和汉字 却能将一到五千到位如流 七岁的时候还能流利在朗读报纸上的内容 到后来甚至还能将整个省市的地图 公交线路都记在脑子里 周围人都说 这王永珍简直就是个天才啊 听到这些话 王景春心想 我的孩子会不会只是发育得晚 还有希望变好呢 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 最后还是被医生的一席话给交灭了 原来永珍之所以有着超强记忆力 是因为他得的是高功能自逼症 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 会拥有一些超出常人的能力 但他们没有一点感情 虽然理智上 王景春知道儿子对自己和妻子没有感情 是因为他生病的缘故 但情感上 难免也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最让他心痛的是 2008年妻子被查出患有剑动症 在妻子病重期间 儿子从来没有主动走进房间去看过妈妈 更没说过一句关心的话 王景春内心无比痛苦 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无论自己对儿子付出多少 这辈子他都可能不会对自己有感情了 就这样 六年过去了 2014年11月10号 王景春的妻子在经历病痛数年折磨之后 因抢救无效去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